云淑青作为新生代演员,凭借着自己出色的眼镜和可爱的形象,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 这次新剧《永夜星河》中,他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可爱一面。 最近路透的第二套服装造型,衣服上的刺绣,小兔子,石榴,世子,都是吉祥寓意,头上的两根小天线,萌兔写了我, 头是新的上衣好像是小砍尖样式啊,裙子是竖腰款,天性还在,胸前是小兔子刺绣,她状态怎么这么好,脸茫茫的,而且颐太真好啊,背又薄又直。 脖子也长长的,有点完美的一个小女孩啊,她嘟嘴看剧本的软蒙可爱形象,引发了本司们的关注和期待。 丁宇熙,衣衫额黄衫子,铜色细发带,梳起钢马尾,银子发爽。 在这个场景,穆茨奇又在欺负明妙妙了。 两人站在一处阁楼上,她蹦蹦跳跳的说着什么,她步步紧逼,她向后退了两步。 随后,她突然抓起她手臂说着什么,并一掌打向她的肩膀,她脸上露出慌张表情,一个略现差点摔倒。 网友迫不及待,向何勇也行和见面了。